那么花宝不好 不好我们要去反省 去检点 决定是功夫不得力 功夫不得力呢 这里头最重要的因素 理解的不够透彻 所以信心会动摇 愿力若游若五 这个样子我们就改不过来了 如果对于佛陀的教会 有相当深度的理解 有坚定的信心 坚固的愿力 这个愿力还是世人常讲的心详四成 佛法讲一切法从心详证 那个心详就是个愿 你有正确的善愿 哪有不转夜报的道理 你的儿子年龄虽然大了 只要你自己认真学乎 求三宝加持 有一种不思议的力量 我们凡夫肉眼看不见的这个力量 会让你的儿子 会让他回头 那就是你修行功夫的力量 那你儿子现在还不听你的话 不接受你的沟通 你的功夫没有力量 从这一方面去下手 这个是你一家的事情 下面呢 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还有时间 我们把他一家的事情 扩展到今天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 这是共业 有没有问题 谢谢观看